利用业务在高教肌的下一波动能是什么呢 不瞒各位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除了出教肌之外 其实我focus在下一代战机 为什么 因为出教肌只是我们一个垫脚石 利用出教肌把我的系统键自制率提升 未来下一代战机 我们的整个的运作会更为成熟 在机甲厂和副财厂的投入之后 商用业务的产能还会有些变化吗 这个部分你们慢慢看报章杂志就知道 我3月3号就出国准备去签约 签约完之后我们会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标的 因为未来的业务面会很大 签完业务你们就晓得 我们公司会朝这方面做投资性的一个说明 除能业务未来的营运目标是什么呢 有没有希望营收占比到多少呢 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占到公司整体的营收10% 所以说在科福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布局了 如何让整个去市场上 让我们的标案的成本可以降低 因此话我的初步的想法 未来工程顾问公司啊 也是我衍生公司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理念 未来